和珅出生的是不错的 他家出生于满清贵重 可是他自个儿呢 小时候运气不是很好 三岁那年生生母亲死了 九岁那年呢 自个儿爹没了 所以在家族里呢 他受兄弟一些排挤 那么打小和珅 就咬牙切齿的 我将来要出人头地 他有那股劲头 后来呢 他加入了一个官学 叫贤宁公官学 什么叫贵族学校 这贵族学校在哪呢 就在现在故宫里头 当时他学习的时候 跟其他孩子都不一样 贵族的孩子 好多都不正经念书 和珅不是 非常认真的读书研究学问 不仅学问比较深 而且汉满猛回 这几族藏族 这些文字 基本上都熟练掌握 要跟现在说会四五门外语 这算专业人才了 而且他这个过程当中 他还特别注意 学什么呢 学这个乾隆啊 不喜欢这个十字歌赋吗 他就找乾隆写这些诗 琢磨 乾隆怎么想的 他想 有朝一日我能接近皇上 这都是我近身的开境 今日皇上 除论语变句 而从容作答 得到圣上嘉奖 脱颖而出 而当以此为契机 虚怀若骨 勤勉努力 报答皇上的知语之恩 沉心如水 天日可见 尚不负皇上厚爱 下堆得起 黎民百姓 所以你看 那个时候 赫珅就开始琢磨这些 溜去拍马的事 他在车上下功夫 后来被直立总督 英莲看上了 直立总督 英莲有个孙女 做这么的 把和珅 召为他孙女 那么直立总督 作为他的这个 等于说是 老婆是直立总督的孙女 借着这个 等于和珅 在朝廷里 一点点可以谋差事 开始的 他本来想走科举的道路 可是没考上 和珅一琢磨 正好他家里头 这算满清贵重 可以实习有个官职 再加上 这个直立总督 英莲给他活动 他最后呢 当上了叫 三等轻车都尉 说白了就是 部队的一个小官 可是当这个官 和珅不满足 这得后来马越能见到皇上 后来得这个机会 宫里头那选的 侍卫 就晚上 在这个紫禁城里 来回巡逻的 选这个呢 清朝的皇上 不信任汉人 必须得是满足人 和珅这方面都具备 就把他选进去 选进去以后呢 看他呢 小伙子长得漂亮 和珅那时候二三 长身欲力的 个人高 人长得也精神 被称为满洲第一郡 说你这么漂亮 这么的吧 到仪仗队去吧 说白了就是皇上出行 在旁边给打个席啊 划个刀啊 侍卫着 得好看呢 这样的 就这么的 他又挤进这里边去 这回他终于 有接近皇上的机会了 他是接近皇上 是接近 得要皇上注意他呀 我们知道乾隆皇帝有学问 有一次呢 这个他跟着乾隆爷出去 正好呢 乾隆皇帝呢 有大臣奏本 说某某个地方啊 仓库被盗了 哎呦 这乾隆爷气的 怎么这都看不好呢 就调了一句文 咱们读论语的朋友都知道 什么叫这个虎四处一侠 归于毁于独中呢 这个虎 老虎不用说了 刺是什么呢 母犀牛 说这个猛兽啊 从笼子里跑出来 挺好的 这个古玩玉气 搁到弦里坏了 这是谁的过错呀 他调真语文 旁边遗仗对这些人 哪敢结婚啊 再说就值得 不知道这是论语里的 悬问都很差 可是和珅不一样 正经练乎书研究过论语 和珅就接了一句 这句话也是论语里的 意思 但是开手这些东西的人呢 他们是逃不脱这个责任的 前路一听 哦呦 觉得好啊 难得我身边还有这么有学问的人啊 说得好 啥前来 你一个卵仪卫 怎么知道这些呢 奴才独安私俗 又入贤恩公关学 本是文圣员 蒙圣文充当卵仪侍卫 风风圣余 已有十几年了 原来如此啊 这都是八旗子弟 贵州子弟 还有这么有学问的 一看和珅人长得也漂亮 乾隆帝就喜欢了 抬起头来 朕哪 就着生你为 卵仪总管 莫才 谢皇上知语知恩 起来吧 就这么着和珅 平步青云 得到乾隆帝的赏识 那么和珅在26岁那年 乾隆就提拔着 当了军纪大臣 主长内务府 说白了 这就等于 用现在话来说 就等于是 政局委员了 就算是 可以管朝廷大政 才26岁那会儿 那是乾隆呢 已经五十大多了 他俩得差有三十岁左右 这是 那么从那往后 和珅这个平步青云 跟别人还不一样 别人说你升了官了 那好了 就不错了 和珅是我升了官 原先那个位置 我还站着 就是乾隆第五 你信任的 你看我刚说 26岁军纪大臣 到28岁 当成户部尚书 说白了 财政部部长 同时又当御前大臣 就等于现在 国务院副总理 29岁 李范院尚书 说白了 外交部部部长 后来30岁的时候 等于当了兵部尚书 等于现在 董盛总参呢 什么这个全部长 到32岁那年 又当成立部尚书 相当于咱们现在 人事部部长 组部部长 相当于这个所官的 你就看看这里头 财政 军事 人事 外交 这些几乎是 有权力的事 和珅管的量 一个人管了 十几个地方 就有十几个小 所以你想管这么多地方 这和珅的权力 大得吓人家 所以将为他后来贪污 可以说做了 非常好的铺垫 命中该让我和珅 说不出 那我还受得干什么 现在这石头 谁都想贪点 贪点 我一个人受着 还有什么用 其实我心里头 我也扬扬过 现在我想明白 我再也不跟大家过不去了 我也不跟我自个过不去了 我也拿点 贪点 贪点 这样我就跟大家扯平了 那么和珅 能走到这一步 我们前面说 不光是说 他这个本身来讲 能流去拍马 他确实有些真材实学 说偶尔接皇上接个下话 那不算能的 后来他怎么当的李帆院赏书呢 就说外交部的副部长呢 当时赶上乾隆 要过生日 就六十大寿的时候 乾隆 西藏来了一批快忙 说代表六十班禅 来给乾隆帝诸寿了 这不上一封书吗 书信 打开一看都是藏文 谁不懂 怎么办呢 满朝大臣没有懂的 可是和珅 我们前面说的 藏 蒙 回 满 嗨 这几组文字 他都通 和珅一看 我知道 这里边说呀 六十班禅 要带着随从 进京来给您诸寿 乾隆帝一看 哎呀 这没有和珅 我这人丢大了 六十班禅 非同小可呀 来了咱这仪式 得隆重点 就这么着 当即命和珅呢 马上写一封书信 回信 和珅刷刷点点 写完了 这算把大清 这面子圆回来了 你想那乾隆帝 还能不信任他 就说这和珅 确实有侦探失去 不像电视机写那样 好像这能的 也没有大能 没有一天就值得贪污 好了 也难得你跑了 一趟又一趟的 山西太原府 还有个圈 谢 谢大人再陪 不过山西太原 地方偏僻 嫌弃了不是 不敢 不敢 下官 怎敢超肥减兽 这是下官 祖籍江南 你要是祖籍北京 我给你弄个黄兽座 是不是 下官之罪 不是抬举 不是那个样子 大凡大奸大恶的人 都有才华 没才华 他惹不了那么大事 而且那个时候 和珅 刘虚乾隆 有一些特殊办法 乾隆他母亲 过生日的时候 和珅就琢磨了 说皇上要给自个儿母亲过生日 乾隆是孝子 可是这笔钱 大操大半钱从哪出 当时国库挺吃紧 和珅想个办法 叫一银制度 能否觉得这次庆典 盛况要空前 要足以体现 皇上对皇太后的全权孝心 而且能在不准备动用国库的一文钱 以免让御史们弹劾 能用国库 浪费钱财 国库不出 从何出啊 我才以为 一字银制所得 更用来筹办庆典 怎么着 他这不是管这个官吗 人事部部长 组络部部长吗 管官 他最清楚下边官吏 谁犯过什么事 这个人贪污 那人买官 那是怎么事 反正你有过失的 他都知道 好 他下了一道文 你们有过失的 这么的 你可以呢 交钱 交完钱就不罚你了 结果这个一些当官 你看那赶紧再罚我的官 这没了呢 这钱从哪来 民纸民膏不 层层往下刮 刮老百姓的 结果最后 刮上好多钱来 直接塞皇上腰包里 塞内务府里 这不皇上给自个儿骂过身上有钱了 你想这么乖巧的事 这乾隆爷能不高兴吗 所以自那以后是更加宠息和神 皇上 我才以为此举乃位上策 真可谓一举三德 哪三德 其一 省去了国库的负担 其二 承接贪官 整顿立志 其三 可以彰显皇上和皇家的威严 对百官也有警醒的作用 这不是一举三德吗 这没有看错你 所以和神当时 我们说造了不少孽 但他确实能力也挺大 到后来 说怎么他就倒了 和神死的时候才五十 阳哥说数数真不大 执掌朝政二十多年 也确实贪污受贿 干了不少坏事 乾隆有没有数 有数 就是觉得身边离不开和神 所以你看宰相流洛锅里 和神有一句话说的很有道理 说忠臣难免一死 奸臣难逃一死 我不做忠臣也不做奸臣 我做弄臣 逗皇上开心就得了 这个还真就是和神 能犯下那么大的事 居然在乾隆边始终不倒的原因 当然也有人说乾隆爷不糊涂 把和神留给自个儿的儿子嘉庆 嘉庆上台通过扳倒和神来收获迷信 让满朝大臣都服务他 扬刀立威 同时和神有钱 搬倒之后聪明嘉庆连接的国库 给自己儿子解决很大问题 有人说这是乾隆埋下伏笔的 但不管怎么说 和神封光了二十多年 当朝第一大贪官 第一大奸臣 这是他摆脱不掉的 也正因为和神没干多少好事 所以这后边民间传说 就把他作为忠臣的对立面 把不少脏水都泼到身上来 说他这不行那不行 何大人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那我问问你 你每年的俸禄是多少 是你管不着 未完以来赏赢多少 怎么老你都问 这么多的黄金 何大人你围观 五百年的俸禄恐怕 也挣不来吧何大人